Bernie was on the line, she said, Yes, ma'am, I want him to represent me. Let's invite the President to read the President. This is about Britney Spears. So many times, the President will say, I hope there is a lawyer, what should I do before the law? Many people didn't think that everyone will do business, they will consider a lawyer, their husband will consider a lawyer. But one person didn't think that if you become a citizen today, or if you don't have a mind today, or if you don't have a mind today, or if you don't have a lawyer, or if you don't have a lawyer, or if you don't have a lawyer, you can send a person to control you. You can do it. So many lawyers, they encourage you to do business, but many lawyers didn't encourage customers to do power of attorney. Power of attorney is to do business. When you do busines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you have to do business. If you have to do business, how do you do business? But because we now, our medicine is very good. One person, his brain changes, you have to do business. And often, the next day, the future is $9. Of course, The Britney Spears 35 is a something special, because the time is a longer time. But, 可是在一个人还没过世以前 你有权利签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是什么呢 这个协议是让全世界包括一个法官知道 如果你今天你没有办法做决定 在你身体还是关于你的钱 你授权给一个人管理你的人生 那当然法官有没有100%一定要听你这个协议 不是100% 可是99%法官都会照这个意思做事 为什么这个协议 我们就不要讲到例子 为什么这个私人协议很重要 因为今天法官如果你没有这个私人的协议 法官从他的第三方的角度 可以帮你做这个决定 那这次的话就会变算是比较奇怪的情况 今天的话为什么他的父亲可以当他的管理人 为什么不是我讲一个例子 为什么不是他的母亲 为什么不是他的先生还是他的男朋友 或他最好的朋友还是他的经纪人 这个都是法庭要做决定 所以如果你没有做这个私人协议 授权书 power of attorney 你是把这个管辖权从你自己拿给一个第三方 然后你拿给第三方的时候 你就要照着第三方做事 很多人会问 好那我没有做这个授权书 好因为我可能觉得做了这个授权书怕我死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做这个授权的协议 因为他们怕说好像签了 表示说他突然会昏迷 变直误人 你就看到Britney Spears的这个案子 Britney Spears这个案子的话 都是几年了 好不是几个月 法庭案子很多 提一个动议很久 法官也不想做错决定 他会花很多的时间 也很多的钱 很多你的钱做决定 他最后授权给法庭派来的律师做事 又要从你的资产慢慢扣慢慢扣慢慢扣 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 最省钱的方式 就是你还没变成植物人 你还没脑筋精神还是很清醒的时候 你说今天如果我没有办法做决定 为了我的身体 我的钱 我要让我的老婆做决定 还是我的大儿子做决定 还是我的母亲做决定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你最后为你做事的人 为你做决定的人 可能给你的想法不一致 可是给你的想法不一致 法官已经判了 你的脑筋已经没有办法做一个清醒的客观的决定 法官一般的话不太认同 跟同意你的想法 当然如果今天的话 我讲一个例子 我突然昏迷过去了 我没有一个协议 法官派一个法庭的律师帮你做事 当然从我的角度我会觉得我的老婆应该帮我做 为什么是这个外人做呢 可是今天不管我抗议 不管我吼叫 反而法官会觉得你精神有问题 你当然会吼叫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官司 你要省钱 你今天的话 你不要一个第三方为你做决定 那你要怎么样子做 就是要做一个自己的 算是自己的协议 这个授权协议 如果你突然发生了什么事 你突然的话 你变成一个职务人 还是精神不好 谁做这个决定 我最后用一个例子 以前我有一个客户 她是一个年轻的妈妈 她有一个儿子 就有小孩 最后的话 她的先生骑了摩托车 然后撞了一个树 撞了树以后呢 没有死 可是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呢 父母亲站进来 哥哥姐姐站进来 老婆也在那里 然后因为她没有事先写一个授权书 案子就耗在那里 耗了一年半 大家就在打官司 为了身体 老婆觉得先生不能一直这样子那么苦 让她过 父母亲说你不能这样子做 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媳妇 算是媳妇吗 就先生的老婆算媳妇 我不喜欢这个媳妇 我就是要惩罚你 我觉得你人不好 你那时候不应该跟我儿子结婚 哥哥姐姐 他们也有他们的意见 然后最后身体 身体慢慢退化了 一年半以后才死 然后最后呢 这个老婆发生了什么事 房子都要卖掉 银行的钱因为没有她的名字 也最后她也没有办法拿到 然后最后最后 她就情况变得很不好 所以我是用这个例子 教导每一个人 我们当然是不希望 在人生当中有瑕疵 有疏忽 可是可以从别人的案子上 可以知道说 他们的瑕疵跟疏忽 不会放在你自己的身上 如果你今天我可以理解 你不要做遗嘱 你不要做信托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好像做事 为了过事 可是呢 还没过事以前 你的授权书 如果你今天 你不要别人 外人 第三方法庭 控制你的身体 控制你的资产 你要指定一个人 还是指定两个人 还是指定十个人 可以为你做事 万一你撞到树 万一中风 万一万一万一 可是你没有死 你一定要做一个授权书 关于你的身体 然后关于你的钱 好 那Speris这个案子 您观察 它接下来会是 怎么一个走向的 很好的问题 这是关于授权的人 现在Brenice Spears来讲说 我的授权的人 没有做合法的行为 然后我觉得他的案子 其实有一致可以讲的 一个人 如果他受到你的授权 不管是法庭授权 还是你自己授权 他的职位很高 在你人生里面 因为他几乎 是站在你这边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 你被指定说 你是有权利了 可以为一个人 为他的身体 跟为他的钱做决定 如果你做一个 自私的利益的决定 不但是明事有后果 可是刑事也会有后果 所以你不能很随意的 去做别人的授权人 如果你做了这个授权人的话 你责任很高 可是如果你做授权人 你每一个决定 都是为那个人 做决定 为他的利益 他的想法做事的话 那当然法律是保护你的 可是我有看到很多的案子 最后授权人是老婆讲一个例子 然后老婆突然把全部资产卖掉 然后去找一个男朋友 那当然这个的话就是不合法 我有看到小孩子拿到授权 我有看到律师拿到授权 我有看到会计师很多不同的人拿到授权 因为你变成植物人 还是你的头脑的话 你可能精神有病 你没有办法做决定 我有看到太多这种案子了 说那个人有偷钱 最后的话写一封信 花了50个小时写一封信 这个我都有看过 所以我们是要很小心 可是很小心的话 也是要知道 当然你今天认定 认命一个人帮你做决定的话 那你当然要那个人要很靠谱 是不是 那我一般我会建议你要有三个人 最少要有三个人 因为有的人的话他们确实 如果今天人家来找我 说突然在授权里面说是郑伯仁律师 那可郑伯仁律师如果觉得心理不好 觉得这朋友还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 那我可能法律上没有强迫我为你做决定 那我就不用做决定了 那因为 这样子你最少要有三个人 一二三 如果突然度假没有办法做决定 突然我觉得说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可能有冲突 我不能做决定 那就要第二个人 那可能第二个人也不在了 有的时候 然后 因为 你现在 你现在指定的人 大部分的话都是跟你年龄一样 可是如果突然的话 你选了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过世了 被人死掉了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没有一个二还是一个三 所以最少一二三 到八座 嗯 所以这个很关键 哈 嗯 好吧 那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啊 谢谢 好 拜拜 circular 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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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